大家好,我是队长 小丑2双重疯狂首次预告已经发布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预告解析 预告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亚瑟出现在牢房之中 按照死前透露的时间线 小丑2发生在小丑1结束不久后 此时的亚瑟竟然接受法源的审判 画面的打光很有意思 阳光透过铁窗出现了红绿两种颜色 正好是小丑的配色 接着亚瑟再度出现 就变成了浑身湿透 深河警察也带着防水的树尿袋 可见这个画面应该发生在 在看守打伞亚村亚瑟之后 接着他们途进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群正在涌唱诗歌的囚犯 从他们的打扮和精神状态来看 这里关押的应该就是一群精神病患者 而Lady Gaga所见的哈利奎英也在其中 两人也就此一眼万年 原作中哈利奎英是一名心理医生 被小丑腐化后成为了小丑女 但是在电影中 哈利奎英似乎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病 而她和小丑之间的相遇 更像是两个病友间的信心相惜 接着旁白点出来音乐赛本片的重要性 小丑在开拍前就强调 这是一部歌舞片 小丑和小丑女的疯狂将以歌舞的形式来体现 而且这幕 是小丑在一个闭塞的牢笼中点燃了香烟 这一幕很奇幻 如果是在牢狱中是不可能抽烟的 要么这是亚瑟已经成功越狱 要么这幕就是幻想 而从这里开始 预告就开始让大量的幻觉和现实交替出现 为了方便大家区分 我会在角落标识这是幻觉还是现实 比如下一幕 亚瑟在四名看守的亚颂夏 走过下雨的走廊 从正面能看到雨伞都是深色的 但是当亚瑟仰望天空的时候 四把雨伞却有了色彩 包括之前的打光和牢笼里面点烟 其实都在相争的亚瑟渴望自由 渴望重获新生的心境 接着 视角来到汉里奎英这边 他直接来到了小丑的登圣长街 这幕之间是第一部的相同画面 关于小丑女的背景 目前并没有多少的消息 但从预告来看 小丑女的身份很古怪 她似乎同为精神病患者 但又能在外面自由地走动 她很有可能只是一名轻度的病患 没过多久就被释放出院 但是由于在医院和小丑有了交集 因此出院后 为了小丑四处奔走 下一幕 小丑女在小丑面前 做了一个第一部 亚瑟和她幻想出来的女友一模一样的手势 这个手势对亚瑟而言 应该是很私密的动作 暗示哈里对于小丑十分的狂热 而要注意 在第一部里 亚瑟竟把这个细节 告诉了她的精神病医生 由此得知 哈里奎英确实也是精神病的一名患者 当然 可能会有人猜测 小丑女可能是亚瑟幻想出来的 关于这点后面我也会专门分析 随后就是幻想时间 但接下来这段 应该是小丑女的幻想 在她的幻想中 小丑是聚光灯下的歌手 三番的她该死的魅力 而回到现实 病患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小丑女就表现出了对小丑浓厚的兴趣 同时她提议 和亚瑟离开这里 至于她说的是越狱 还是单纯的离开房间 就不知道了 但结合后面的火灾 很有可能哈里奎英为了离开这里 而故意放那一把火 接着再次进入幻想 小丑女幻想 小丑和她在舞台上共舞 但在一个疑似现实的场景里 则是两人在一栋燃透的 熊熊烈火的大楼面前 疯狂的舞蹈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感觉 刚才那么是幻觉的话 那这幕应该就是现实 但如果看标题的双重疯狂 也可以翻译成双重妄想 即可一致 小丑和小丑女都有妄想症 也可能再致 电影的场景就是一层又一层 嵌套在一起的幻觉 现实中穿插迷幻 迷幻中又隐藏了真相 或许这个场景的背景是真的 但两人的舞蹈 这是小丑女幻想出来的 随后则是一场 亚瑟在街头的狂奔 这幕应该是现实 在此前有过片场照泄密 这幕应该是亚瑟 从警方的手中逃脱后 逃跑的场景 但比较奇怪的是 在他身后 还有两个打扮成他的魔防者 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他 戴面具的是 扮成小丑打工时期的他 红衣服黄衬衫 则是刚觉醒时的他 而面具小丑被撞倒 很可能在暗示 最初的亚瑟已经死了 接着又回到幻想 两人的专属节目 小丑和哈尼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个幻想是属于哈尼奎音的 因为节目名叫小丑 而不是亚瑟 对于哈尼而言 他崇拜的是小丑 而非亚瑟 这个场景出现的亚瑟 依旧是小丑的妆容 而哈尼则是普通的舞台妆 再次证明 亚瑟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仅仅是小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将请问后面 我们预测剧情的关键 随后是一段 亚瑟被预警拖拽的镜头 由于疾病的关系 亚瑟再次发出了狂笑 结合第一步的设定 此时的亚瑟 内心应该是极度的悲伤 随后是哈尼 假扮成小丑女出席听证会 从剧情推断 小丑女出庭是为小丑作证 这位也全是 请愿释放小丑的人群 或许在他们看来 小丑杀人 是在反击强权 是在为底层人命发声 再加上他患有精神病 所以应该被判无罪 接着是一幕 哈尼为亚瑟化妆的画面 看衣着是在监狱里 这一幕没法判断是否真实 看亚瑟的表情 似乎相当配合哈尼 从这个角度来看 哈尼占主导地位 似乎很符合哈尼的幻想 随后又是一个男人质问亚瑟 有什么改变了 他可能是亚瑟的律师 也可能是控诉他的地方检察官 随后是小丑和小丑女 在法院门口进屋 哈尼和亚瑟的衣服 和之前他进入法院的穿着完全不同 可以看到 之前进去是黑丝格子衣 但这幕却是碎花裙白丝 随后是警察亚瑟亚瑟来到法院 这里才应该是现实 因为亚瑟穿的衣服 和之前他逃跑的衣服一样 接着幻觉再起 不得不说啊 凤凰书这人百姨真的太他妈帅了 完全就是漫画中小丑本人 而这幕则是小丑女和小丑的婚礼 由此可见 哈尼对于小丑已经不是崇拜 已经达到了癫狂的爱慕 随后是一段快闪镜头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 哈尼和亚瑟接吻 这么是现实 可以看到亚瑟被关着 而哈尼却是自由的 这里很可能是和监狱合作的 精神病治疗机构 亚瑟是犯人 哈尼则是普通病人 也是因此 他之后才能以真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随后是幻想的婚礼中 哈尼和小丑接吻 然后还有幻想 小丑唱歌的时候用凳子扎人 接着幻想中 在一个名叫阿卡姆女广的天台 两人翩翩起舞 看远处的背景 这一幕正是此前 两人舞台表演的相同场景 然后画面突然回到现实 亚瑟正试图说服某人 看亚瑟的状态 显然他此时是比较正常的 需要注意的是 亚瑟虽然有病啊 但他并不是疯狂 第一步的那些表现 绝大多数都是被逼出来的 但是私底下 亚瑟其实有正常人的思维逻辑 这里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后面我们会终点提到 而下一幕 某人砸出来一家店的熟窗玻璃 里面正播放的是亚瑟的采访 电视里面的亚瑟的穿着和背景 显然也是在监狱内 而砸玻璃的看头发正是哈尼 至于他为什么要砸玻璃 三是因为感到愤怒 那为什么会感到愤怒 结合我们以上的分析 答案呼之欲出 因为正是这个采访让他幻灭 在哈尼看来 小丑是底层人民的英雄 是反抗强权的斗士 而亚瑟归在采访里面 说自己是精神病 之前的行为都是被逼 或者精神失控所为 而这彻底颠覆了哈尼心目中的 英雄形象 因此他幻灭了 而这就能让我们推断出 本片的核心剧情 幻灭后 哈尼从疯狂的崇拜 转变成为了可怕的柄娇 还有亲自让亚瑟成为小丑 而自己则成为 推动这一切的小丑女 随后是一幕因缘起火 两人手牵手往外逃的画面 热幕对应的应该就是 此前的街道舞蹈 以及哈尼询问亚瑟 要不要从这里出去 热幕看起来并不是幻觉 而且估计啊 接着 就是哈尼给自己画上了 小丑女的妆容 而这段应该也是发生在 哈尼幻灭之后 然后是在云幕中 亚瑟痛苦的吼叫 一根电线连了他的腰部 这可能是类似于 电线的处刑方式 通过风筝引导雷电 电击亚瑟 不过不知道 珍姆到底是电击治疗 还是死刑处决 随后法院发生爆炸 亚瑟也被气浪波击倒地 身后的背景显示 他正身处法庭之内 显然他的支持者要救他出去 很可能幕后策划者 就是小丑女 接着是小丑女举枪 要挟小丑 这幕应该还是幻觉 身后的一群人压根就没有动 而他用血磨嘴的动作 还是模仿了第一步 随后小丑的仰天抽烟 同样也是幻想的一部分 至于最后 小丑与玻璃桑的笑容 重合这幕 自然也是现实 而注意看亚瑟的衣服和背景 正是此前亚瑟试图 和某人沟通的场景 显然哈尼的这次前来 是希望亚瑟告诉他 之前的采访都是假的 他其实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英雄 但从之前亚瑟的反应来看 显然 亚瑟并没有让他如愿 也是因此 哈尼彻底幻灭 由此让他产生了 亲自造成的想法 到此 我们把小丑爱的分析 简单疏理一遍 哈尼是亚瑟 接受心理治疗时的病友 他本人是小丑的狂热粉丝 在和亚瑟的相处中 他越加爱上了小丑 但他只爱小丑 当他出院后发现 亚瑟居然否认 小丑的这种身份 这让他感到愤怒 于是他策划劫狱 原来亲自向亚瑟 导致成他心目中的那个小丑 而预告中 出现了所有哈尼的幻想 就是证据 里面有关亚瑟的场景 全部都是小丑 不论是名字还是装扮 全部都是第一部 小丑的妆容或者造型 因为对于哈尼而言 他只见过这个模样的小丑 所以幻想中的造型 也只能是这样 而反观亚瑟 他其实很可怜 第一部是被社会周遭逼迫 第二部又是被自己的狂热粉丝逼迫 如果说第一部 是向小丑的诞生 那第二部会就是亚瑟 被迫彻底成为小丑 另外在片场还有一幕 小丑女带领一群警察 在登城长街上 逮捕亚瑟的片段 这段故意出现在电影的中后期 小丑女对亚瑟幻灭后 决定亲自达造新的小丑 所以要彻底毁掉亚瑟的这种身份 之前帮他越狱 只是为了让他被警察抓住 彻底没有脱罪的希望 而这也是为什么说 哈里不是亚瑟幻想出来的原因 第一部的女邻居我们发现 电影没有任何女邻居单独的片段 但第二部的哈里 却有大量一个人的情节 而且导演也说过 第二部的主视角是哈里 所以哈里是明确存在的角色 他不仅是第二部的主角 更是颠覆了传统 成为了第二部的反派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分析 大家如果喜欢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